Hello大家好,我是波子 今天这期视频是一期非常入门 非常简单的小白Vlog教学视频 我会教大家如何使用入门的微单和稳定器 拍摄一条露营氛围感的Vlog短片 因为是出门露营游玩嘛 所以我这次用的设备都是以小巧轻便为主 相机是索尼JV-10这款入门微单 搭配上智云这个只有500克的云鹤N3稳定器 好,下面正式开始今天的教学 首先我们通常需要拍摄一些开场镜头 在开场的时候可以通过拍摄一些环境的空镜 来告诉观众你所在的是一个露营的环境和氛围 分镜1远景拍摄整个露营的场地 这里我还借助了一个窗户来作为前景 让画面更加有层次感 分镜2全景拍摄露营场地的草坪 椅子和远处的山 分镜3全景拍摄 这里主要是为了拍到这个场地的横幅 以及带到远处的帐篷 在拍摄这类环境空镜的时候 我通常会更喜欢缓慢平移运镜的方式 让画面带有一点点动感 拍摄的方法也很简单 使用稳定器里最简单的PF模式或者腰模式 手持平移运镜就可以了 分镜4使用长焦特写草坪上这个好看的桌子椅子 分镜5继续使用长焦在另外一个角度拍摄露营场地的远景 那在平移运镜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尽量让平移方向一致 像这个镜头我的平移方向就错了 所以后期的时候只能是倒放 OK那前面我们就通过拍摄5个空镜来告诉观众我们所处的环境和空间 接下来是场景1拍摄人物主角来到前台喝饮料看书 分镜1缓慢的平移运镜 全景拍摄接下来主角要去到的前台这个环境 分镜2固定机位 中景拍摄人物去冰箱拿饮料的动作 分镜3固定机位 拍摄人物到前台开饮料的动作 衔接前面的镜头 接下来的分镜4到分镜6是一组拍摄人物看书的镜头 分镜4从左往右缓慢的平移运镜 借助树叶做前景拍摄人物坐在窗户前看书的动作 构图的时候可以把人物放在画面的三分之一处 分镜5过肩机位 透过人物的肩膀特写拍摄人物看书的动作 也是使用PF模式平移运镜就可以了 注意运镜方向要和前面保持一致 分镜6从窗户外面透过玻璃拍摄人物上半身中景 切换到场景2拍摄人物来到户外吃下午茶 这里我们用4个分镜来拍摄 分镜1全景拍摄人物走向餐桌拾取下午茶 这时候我们可以顺着人物行走的方向运镜拍摄 这个镜头是为了告诉观众主角到了户外准备吃东西 分镜2顺着餐桌的方向往后平移运镜 拍摄到各种各样的美食和取下午茶的人 分镜3固定机位特写拍摄人物回到自己的天幕 把下午茶放到桌面上 分镜4对于这类较为扁平的失误 我们可以用相机从上往下辅拍 使用POV模式稍微做一些小幅度的旋转运镜 场景3到了晚上营地里开始烧烤了 这里我们用到了5个分镜来拍摄 分镜1左右摇镜远景拍摄整个营地的环境 告诉观众现在天已经黑了 人们准备开始烧烤了 分镜2切换到全景来拍摄 这样能够更加进一步的让观众了解到 人们已经开始烧烤了 分镜3特写拍摄人物正在烤串串的动作 那到了晚上 为了降低画面中的噪点 我换上了驶马30毫米F1.4 这只大光圈镜头 除了大光圈的镜头 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一下画面的补光 像人物现在站的方向光线就特别差 所以我又打开了智云云鹤N3稳定器上的LED补光灯 这个最高800流明的补光灯 能够帮助我们得到更加纯净的夜间画质 大家看一下补光前后的对比 就知道差距有多大了 分镜4以一个更加俯拍的视角 来拍摄这类扁平的食物 带上一些细微的平移旋转运镜 分镜5 中景拍摄人物举起鸡翅的动作 向观众展示一下露营烧烤的成果 场景4 营地开始放烟花了 我们迎来了当天活动的最高潮 这里我用到了4个分镜来拍摄 分镜1 近景拍摄 以一个平视的角度 拍摄人物拿着手机对着烟花录像的画面 注意要尽量的带到人物 手机还有烟花 这里不管是让人物虚化或者让烟花虚化都无所谓 或者对焦点在人物和烟花上来回切换也可以 分镜2 近景拍摄 手持稳定器 第一机位往上仰拍 尽可能的带到人物的背影和整个烟花 再加上一些小幅度的环绕运镜 会更加有感觉哦 分镜3 放完烟花之后 我和陈老师坐在火堆旁边 取暖聊天 喝气泡水 先用一个全景平衣运镜拍摄 带到火堆和非常放松坐在椅子上的人物 强调一下温暖和放松的氛围 分镜4 固定机位拍摄人物把手伸到火堆前面取暖的特写镜头 最后在视频的结尾 我们用远景拍摄人物关闭帐篷灯的画面 来结束这支露营的Vlog短片就可以了 最后再配上一首非常舒缓轻松的背景音乐 给视频调个合适的色调 再加上一些环境音效 开头再加个好看的字幕就OK了 我们来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入门,非常的简单呢 那可能有的小伙伴会很好奇 这样拍摄基本上都是小幅度的运镜 那为什么还要用到稳定器呢 其实像索尼JV-10这类入门的APS-C画幅的微单相机 通常都是没有机身防抖的 所以手持运镜或者手持固定机位拍摄的话往往会比较抖 如果你用它的机内电子防抖 它又会带来巨大的数码裁切 所以如果要用这类入门微单拍摄严肃一点的视频创作的话 我会更愿意用小型的稳定器来辅助拍摄 我这次用到的智云云鹤N3就非常适合APS-C画幅的微单相机 它的体积非常小巧 大概只有一瓶矿泉水的大小 重量也只有500克 说实话我是挺喜欢N3的外观的 表面是大面积的白色黑色和红色作为点缀色 开机你还能看到发光的N3 logo 上手的手感也是很舒服 摸上去有一种喷完消光漆的高达的感觉 颜值优秀 那在沉重方面云鹤N3的搭载范围也更重了 据说最大可以支持索尼A7S3加上2470F4这套组合 经过我的测试用它搭载JV110和我的几只镜头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比上一代的云鹤N2云鹤N3还新增了一个半收纳状态 半收纳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在不需要改变轴臂位置的情况下 让横滚轴以这个45度的位置锁定住 以半收纳的状态直接放进收纳包 这样的好处就是当你再次取出稳定器的时候 你解开安全锁就可以直接用了 完全不用重新调频 对了,智云这次送的收纳包也挺好看的 像JV110这类小微单也可以一起放进背包里 然后背着出门 总的来说,我觉得云鹤N3还是很适合各种小型的APS-C画幅的微单相机的 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摄影类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点个关注,分享给你的朋友 这对我非常的重要 我是波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各位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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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杨